边平脸蛋 外加细长四肢 墨西哥国会日前举行不明异常现象听证会 开箱两句看起来像外星人的遗骸 开箱者是墨西哥记者兼UFO爱好者莫桑 他声称2017年在秘鲁发现这个有千年历史的遗骸 其中一句的肚子里还有三颗软 他自认这是重大发现应该好好研究 然而这个发现许多网友不买单 网路上出现大量民营梗图 还有人制作出长得一模一样的蛋糕 上演断面秀大搞Cuso 炸有歧视的听证会引发秘鲁不满 质疑遗骸如何跑到墨西哥 由于墨桑过去也有类似的发现 最后却证实只是人类儿童的木乃伊 这次说法也存有争议 因此墨西哥政府18号又对两具遗骸做了电脑断层和X光扫描 在此判断伊还没有拼凑痕迹 DNA比对后也非已知的地球物种 外星人并非不可能 其实美国国防部在4月就发现650起不明异常现象 前前都有美国飞行员拍下疑似UFO画面 为了厘清各种的疑问 美国NASA这个月才任命专门调查不明异常现象的主管 7月份美国众议院也举行过UFO听证会 才发现不明飞行物其实很常发生 美军更担心的是影响国安 今年美国五角大厦首度开设专门网站 供军方人员将所有可能莫及到的异常现象做通报 上头也整理出经常目睹到不明异常现象的地点 当中存在许多共同的地方 尽管离奇现象超级多 但美国国防部强调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外星人曾经造访地球 但浩瀚宇宙中确实可能有类似地球的地方 发现距离地球120光年外 一颗名为K218B的巨大行星上 可能存有一片稀有的海洋 这样的环境有力孕育生命 上头是否有外星人留下想象空间 变新闻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